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揚州封城三個星期 超過百名居民集體衝關藥食物 華融巨虧 險避命 國資注入能撐多久 杭州清理政商關係 逼官員站隊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情報部門 調查中共病毒來源的90天期限 8月24號到期 白宮發言人薩奇說 調查報告如期完成 但是向公眾發表非機密版本還需要時間 不過 中共已經迫不及待 開始攻擊這個還未面世的報告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當天批評說 美方的溯源報告不過是一份先有結論 後拼湊證據的栽贓報告根本不可信 但是網上有評論說 汪文斌這番說辭 等於是變相承認美國情報部門拿到了證據 立陶宛與臺灣關係升溫 雙方規劃今年互設代表處 其中臺灣駐立陶宛代表處將以臺灣為名 這是臺灣在歐洲地區的首例 中共對此強烈不滿 短期內使出了各種報復手段 從召回大使中斷鐵路貨運 到現在又傳出消息說 要停止批准立陶宛的食品 進口許可證 不過英美兩國卻表態 支持這個波羅的海的小國對抗中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月21號 親自致電立陶宛外長蘭斯帕吉斯 表示 在立陶宛面臨中共脅迫之際 美國對他們的支持如鋼鐵般堅定 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圖根哈特 8月19號在與蘭斯帕吉斯會面時 也表示支持立陶宛與臺灣發展關係 8月23號 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 又致函立陶宛駐美大使說 讚賞立陶宛不為中共壓力 堅定與臺灣往來 克魯茲還在信中說 不論是美國人民還是國會兩黨議員 都瞭解和感念立陶宛所承擔的代價與風險 願意為立陶宛提供協助 8月22號 加拿大多倫多地區的法輪功學員 在市中心舉行盛大的遊行 呼籲拋棄中共 結束迫害 遊行隊伍從王后公園出發 途經當地最繁華的大學大道 丹達市大道 繞中區唐人街 然後回到了出發點 歷時三個多小時 參與者手持協友 制止活摘器官 中共不代表中國 世界需要真善忍 遠離中共 遠離病毒等內容的橫幅和標語 向民眾揭露中共的邪惡 遊行隊伍沿途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 很多人鼓掌 豎起大拇指 拍照 並簽名表示聲援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 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8月24號上午 揚州市官方聲稱 已經連續兩天沒有發現新增病例 但是揚州已經封控超過三個星期 當局嚴厲的封控措施頻頻造成衝突 由小區業主集體衝關 要食物 也有男子闖關卡被毆打暈厥 本輪疫情 揚州已經封控超過三週 8月23號 一位揚州大哥在視頻調侃 揚州封控之言堪比戰亂中的喀布爾 揚州爆發疫情後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前去調研 強調封控要堅持從嚴從緊 揚州部分鄉鎮實行每戶每三天現役人進出小區 在中低風險的地區 民眾依靠訂購和配送獲得有限的生活物資 但一些高風險地區的小區 不允許志願者配送 只能依靠政府 由於政府的平價菜供應不到位 居民自救買菜又受到阻撓 買高價物資又長缺貨 8月22號 傍晚 揚州市彎頭鎮廣福花園和廣新院小區 逾百民眾在小區門口聚集 試圖闖關出行找食物 給我們家裡的老人小孩吃 在場官員為了平息事態 當場承諾 第二天會有6,000份菜免費送給居民 據瞭解 天樹花園也出現類似情況 政府聲稱發免費菜 第二天起床 居民們紛紛發圖和留言說 分到一個土豆 還有的居民稱很晚了下樓領菜 結果分到一個茄子 嚴厲的封鎖還引發其它衝突 8月21號上午 揚州市高新區岔河街道 胡莊花園一男子封鎖關卡 遭到志願者圍毆 男子被打到昏厥倒地 男子被送往醫院 小區居民群情激憤 向公安理論 事後 高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聲稱 這名男子強行闖卡 觸手打志願者 還稱他精神有問題 這件事在揚州當地傳開 不少人認為 志願者沒有資格打人 而且在已經制服男子的情況下 踹頭踹胸 實屬惡劣 大陸一名匿名律師受訪時表示 現在大陸的奇怪現象很多 比如打疫苗 說的是自願 但是執行起來就是強制 相關部門和人員過度使用權力 導致這些參與防疫的人也不知道 自己權力的界限在哪裡 就隨意的強令別人如何做 隨意的侵犯民眾的權力 這種行為對居民來說已經構成傷害了 必然會引起衝突 中國大陸各學校秋季開學在即 中共緊鑼密鼓地對返校學生進行疫苗接種 有家長表示 校方為了完成政治任務 明面上強調所謂的自願原則 實際上卻威脅施壓學生必須在開學前接種 杜先生是深圳保安區一所中學的學生家長 他介紹 當地教育局和學校下達了通知 要求學生提前結束假期 在8月10號趕回深圳準備接種疫苗 8月13號 學校再次通過微信群發出通知 要求家長截圖孩子的健康碼和行程碼 並要求14號集中到指定地點接種 過後 學校打電話給杜先生的妻子 勸說他們趕快讓女兒接種疫苗 中共教育部8月5號聲稱 12歲到17歲人群疫苗接種需在知情 同意自願原則上進行 但多地爆出強制學生打疫苗 河北邢台平鄉縣甚至明令 各類學校開學時要查驗接種證明 未完成接種的學生將被拒絕入校 杜先生透露 在現實操作當中 學生必須簽署自願和免責聲明 卻沒有任何不願打疫苗的可選項 實際等於強迫或半強迫接種 我肯定抗爭到底啊 我今天也不讓孩子打疫苗啊 我就跟他講我說你說誰才提端殘忍 把孩子當作試驗品給他們做小白鼠 我說這個這個這個我們不能這樣去做的 做了會後悔一輩子了 以後有什麼後不良反應後遺症 政府是不買單的 大陸民眾通過社交媒體網絡 和海外媒體自媒體等 已經流傳出多個打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 甚至出人命的視頻片段 8月初江蘇無錫江英中學 一名學生打完疫苗後臉色發白出虛漢 接著出現抽筋 救護車趕到時人已經不行了 揚州市江都區郭村一名中學生 打完疫苗後當場昏倒 搶救無效死亡 甘肅天水市秦安縣15歲學生 打完疫苗後出現噁心症狀 之後暈倒昏迷 三個半小時後醒來後全身疼痛 甚至出現失憶現象 但中共官媒上完全看不到有關案例的任何報導 當局聲稱疫苗接種自願的同時 卻對地方基層官員下達指標 完不成就要受到處分 各地變相強迫接種政策不斷湧現 停發工資 進入超市 醫院 不准乘坐交通工具等 不接種的民眾寸步難行 大陸民眾廖先生表示 他身體狀況不適合打疫苗 但還是不停收到街道辦 甚至老家政府的電話催促 東北的張老太太今年80歲 當地也對她不斷施壓 現在就有醫生在 醫生要給你檢查 你要能打就得打 都打 都打 屁股最大都打了 都我沒打 我糖尿病 血糖病 加點病 新疆病 你怎麼給我打 我腦工學不足 我新疆不好 你怎麼給我打 你給我打壞了你東西 你打可以 你要給我打壞 你付多大責任 你不寫著 我就打 四川綿羊律師謝德平 因為向律師協會秘書處寫了 現階段不願注射新冠疫苗的情況說明 表示對疫苗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相關單位轉嫁法律責任 存在重大意義 而遭到當地派出所的電話維穩 杭州清理政商關係 逼官員站隊 中國華融虧損大戲似乎接近尾聲 去年虧損的1029.03億元人民幣有人接盤 五家國企加入華融的投資戰略隊伍 外界認為 中共憑藉著這些強悍的實力進駐華融 目的就是想穩住市場信心 不過能支撐多久還是個未知數 今年3月 中國華融推遲發布2020年業績的舉動 嚇壞了全球投資者 8月18號 華融發布財務預警 指出2020年度經營業績預計將虧損約1029億元人民幣 華融將虧損的大部分原因 都推給了前董事長賴小民 聲稱 賴小民受賄、貪污、婚外情 還有認知期間經營方式造成的風險資產 需要時間清理處置 這個制度的本身 貪污當然也不會窮盡 你槍斃個賴小民 還會來個張小民 這個貪污是永遠不斷的 因為是中國官員嘛 隨後 陷入困境的華融又宣布 將發行新股引入國有資本牽頭的戰略投資者 包括中信集團、中保投資、中國人壽資產 中國信達和遠洋資本都將認購華融新股進行戰略投資 主動的想投資呢 還是說在中央的這個要求下 來投資救華融呢 有可能是後易融 通過讓其他的國企來救華融 也是一個政府支持的表現了 駐港金融分析師蔣天明表示 戰略投資者和一般財務投資者是有區別的 有些人是那種被動投資 就是我只是投錢給你 然後經營管理我完全都不管 你自己運營 然後我有可能分一定的紅 那戰略投資者就不一樣了 戰略投資者有可能派董事到公司裡來 那對公司的運營和決策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蔣天明認為 中共派出國企救急 不僅影響華融本身在市場上的融資能力 也影響其他國企的市場融資能力 華融對外宣稱 目前公司並沒有重組債務的計劃 外界認為華融暗示債券持有人不會被迫承擔損失 也就是華融有著大到不能倒的地位 華爾街市報認為 中共當局不會讓類似華融這樣的關鍵金融機構破產 除非爆發全面金融危機 令政府束手無策 報導也提出警告 華融可以活下去 並不意味著國有企業不能倒下 投資者不可忽略習近平針對債務和影子銀行發起的整頓行動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湖南律師文東海代理雲南昆明市民郭琳娜 被強制退回養老金一案 8月23號到昆明市西山區社保局 遞交停止執行申請書 遭到對方人員拒收和辱罵 雙方發生衝突 之後 文東海被帶到當地派出所 與外界失聯 上海防民集體發起向政府申請防民證的連署活動 但發起人宋嘉宏遭轄區警察警告 日前他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要求確認警方警告違法 並撤銷此前松江區公安分局發出的行政服役決定書 武漢市橋口區90歲的老人鍾桂芳是一名中共軍人的遺孀 他的兩套房子在2015年都被暴力強拆 至今未得到安置 他經常舉著 革命遺孀有國無家的牌子 在街頭抗議 上海退休教師顧國平因在海外社交媒體發表 有關中共病毒溯源調查的評論 早前遭當地警方傳喚 8月19號 顧國平接受外媒採訪 說 現在的中國是文革2.0版 結果第二天又被傳喚 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被調查後 8月23號 杭州紀委開始清理政商關係 對所有官員倒查三年 引起輿論關注 有專家認為 這是當局敲山震虎 警告所有中共官員要跟中央看齊站隊 不要跟民企站隊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官網8月23號的消息稱 杭州市紀委監委對政商關係的突出問題 進行專項整治 對象是所有在職和近三年來退休離職的市管領導幹部 專項治理要求這些幹部進行自查檢視 報告自身利益衝突事項 核實幹部是否存在違規借貸 以及核查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的行為 值得關注的是 杭州市阿里巴巴集團的大本營 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21號剛剛落馬 消息稱 周江勇涉螞蟻上市案 周家人曾出資5億元購買螞蟻金服股份 不過 阿里巴巴22號發聲明稱 相關人員入股為不實謠言 對此 分析認為 杭州當局此時大張旗鼓的追查政商關係 有敲山震虎之意 周江勇落馬前後 與他關係密切的寧波市海蜀區委 前書記孟楚行落馬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副書記 馬曉暉以及原省委省政府副秘書長張水棠二人 則主動投案 專家分析 周江勇等人與馬雲和阿里巴巴關係密切 或因此遭整肅 李恒青認為 中共的動作是想通過阿里巴巴 對整個民營經濟進行大規模整肅 李恒青說 中共要整肅民營企業家 消滅他們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 同時 中共還要收拾官員 因為官員們跟企業家們是捆綁起來的 李恒青認為 對中共來說 發展經濟不是硬道理 重要的是企業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 如果說周江勇等人的案件與馬雲有關 這將開啟另一種模式 藍述認為 如果官方準備動馬雲的話 毫無疑問將會牽出許許多多中共內部 不同層級的人物 很可能會引起一波官場大震盪 而馬雲遭整肅 被指涉及中共派系拳鬥 《華爾街日報》2月份透露 中共高層調查螞蟻股權結構發現 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賈慶慶林的女婿李伯潭等人 均是螞蟻的秘密投資者 而賈慶是江一手提拔的親信 兩人和習近平一直存在權鬥 湖北洪安的胡春森懷著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之情 投資辦校 想解決湖北洪安當地留守兒童的讀書難問題 但是學校長期受中共貪官的折騰 近期中共又打擊教培行業 他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下面一起來看他的聲明揭選 胡春森說 學校在建校初期 我們就經常的被當地一些貪官騷擾 不僅要請他們吃飯 還要送禮 拉關係 不然的話 這些貪官就會動用一切資源 來阻礙學校的建設 學校建成並招生後 起初運營的還算不錯 隨後 當地教育部門 建設部門 以及其他各個部門的官員 經常打著訪問的幌子 來我們這裡吃拿卡要 後來 我的學校還必須要設立黨支部 校團委 黨員活動中心等部門 這兩年 學校還必須要搞黨建 在各個角落貼滿了宣傳共產黨的 洗腦標語 口號等 而且上級部門還經常要來檢查 幹這些事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前不久 中共突然對教培行業 進行瘋狂打壓 我的民辦學校也受到不小的影響 我們學校很多教師也受到有關部門的不斷騷擾 這個暑假他們不敢再給學生補課 最近共產黨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號 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歷史上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 看來中共是打算再一次開始搶錢了 我當初年輕無知 被人騙了 加入了中共 現在感到十分的後悔 本人決定從此退出中共邪黨 並希望中國共產黨這個史上最大的邪教組織早日滅亡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